今天咱们去农村吃一个真正的铁锅炖鲤鱼 出发 住下这个人是我三哥 就是我前两天拍视频那个大姨的儿子 得知我们要来早早就在村口等上了 你就说二旦有多馋吧 冒着零下25度的严寒 驱车30多公里来到了我三哥家 只为吃纯正的铁锅炖鲤鱼 当然了也不能空手来 给我三哥带了一瓶好酒 草原麻奶酒 也不单单是馋吧 也想提前体验一下过年的味道 体验一下浓浓的香情 亲情 走了一上午着实有点饿了 和我三哥三嫂寒暄过后呢 准备开始搞了 我的家乡多伦 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它非常独特的饮食文化 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靠近东北 但是又和河北打交接 然后又受蒙渊文化的熏陶 这里不光吃东北菜的铁锅炖鲤鱼 杀猪菜也会喝奶茶吃手把肉 当然也爱吃猪肉炒酸菜 你说二旦来的巧不巧 昨天刚好三哥家杀完猪 锅里面现在还有昨天炖的杀猪菜 铁锅炖鲤鱼要想炖的好吃 必须放五花肉 肉片要切两个硬币那么厚 这样才耐得住长时间的煸炒 当然了也少不了北方的这种大豆 前几期的视频二旦分享过 铁锅炖鲤鱼的详细教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大葱切马蹄刀 大蒜拍一下 再来点姜片 这些都是去腥增香的关键 接下来二旦调一个酱汁 挤上半袋蒜蓉辣酱 再来点黄冻酱 这两种酱增味增香 然后再来一些酱油老抽 上色提鲜 料酒陈醋去腥解腻 咱们东西都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炖 你来的正时候 我昨天宰了沙猪了 炖沙猪菜 咱们就用过三哥这个大铁锅炖 今天咱们吃这个味道 那是纯纯的农村铁锅炖 铁锅下面烧这个 我们老家叫棒葫芦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 铁锅烧热 铁锅烧油 铁锅炖鱼一定要用麻油 大豆油或者是菜籽 八角花椒 干辣椒 五花肉 五花肉给它炒出香味 炒出猪油 然后下入葱姜蒜和我们刚才调好的酱汁 炒出酱香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水了 我们这边做菜很接近东北 年次的中午味道 下锅了 好了 把它放到锅边上 下入老豆腐放到锅边 正所谓千滚豆腐万滚鱼 经久耐炖 炖鱼就要味道重一些 来上一把大粒盐 开锅以后转成小火 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点白菜 三哥加了粉条 白菜洗一下吧 白菜粉条 锅里放 糖粉 白菜 小火慢炖四十分钟 今天二旦教你们一个绝招 用两个盘子起鱼 保证它完整不碎 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啊 浇点炖鱼的汁就完事了 如果家里有矿的话 来的香菜更好 这个时候我三哥的烧肉也炖好了 我们这里烧肉没有回甜味道 三哥家的外孙女呢也是馋得两眼放光 如果不喝两杯绝对对不起这几道宁菜 来我三哥 来我三哥 我来 这又是好几年没见 如果你不吃肉不喝酒 来到内蒙古做客 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不吃肉不喝酒 这个时候主人会问你 你来干嘛来了 这可是农村的粮食猪知道吧 嗯 这味老带劲了 肉质也特别紧实 这个你看猪肉颜色特别正 其实铁锅炖鱼相不相 全靠这个猪肉的加持 如果你的五花肉非常的腥骚 炖出了鱼也好不到哪去 这是我们内蒙的杀猪菜 我们这是猪血肠 三哥这个里面也放了调面吧 放了调面 口感有点有一点点沙沙的感觉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看馒头 三哥这个鱼味儿咋样 味儿挺好 正味儿 是吗 香 不是我感觉再香 不是你家饭好吃 你家都是猪肉都是自己养的 酸菜自己腌的 馒头和三嫂蒸的 你在我们饭店是吃不到这种饭 馒头上有这个点说明什么 春节马上要到了 马上要过年了 口感跟面包似的 这是什么味儿你知道吗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这几天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二旦也前两天公布了核酸 今年的春节可能又不能走进房源 你看这个粉条炖了40分钟 还特别劲道 所以二旦提前看看这些亲人们 提前体验一下过年的味道 家的味道 这空气真好 今天二旦打算在三哥家住一晚 明天给大家拍摄一下内蒙古农村的新面貌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关注草原二代